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他也凭借这部戏一改《狐狸精》 形象成功转型在新剧《BB》来了首次演大斗师奶将让女蜕变成港妈的形象 发挥的临隶尽致李嘉欣台 好友挑战性跨界做演员 成狐狸精专业户回顾李嘉欣十年入行之路 并不是一帆风顺李嘉欣的名叫李嘉欣二世 08年起在有线电视担任节目主持 当时还跟乐哥一起主持体育节目 他默默跟人多年 发展依然平平 虽然未有代表作 名气未犯大幸好凭着标志面孔 成功吸能不少的支持者 2012年 李嘉欣有有限转头无限期下13年时宇黄新颖 梁家欣等人主持《学是学非》 节目大受欢迎下几位是非经 成功入屋李嘉欣一从此广为观众认识 不过讲到阿雷最引人注目的演出 就一定非名门暗战 莫属他在名门暗战 终时演乐华情妇Ivy交道出之又风骚 还跟黄浩然有场激烈床戏 他在剧中大部分时间都是短裙加大长腿 加上一双勾魂电眼 成功勾走一般男观众的魂魄 但他当时在街上遭到一些失乃直骂 胡也惊 不过他说这是好事 代表角色深入民心 之后李嘉欣在《倩女喜相逢》中饰演九尾狐 继续老本行把妖魅发挥到极致 与蝶同谋的女主角是杨毅 但因为合约问题 此演最终让李嘉欣得以和三届师弟卢家良合作戏中他也是以傻白天形象出演哭泣 轻松驾驭 同情指数满分在踩过界中的李嘉欣更是演技大爆发 这个角色义正义邪 这位法官白天公正言明入映 却是风情万种 刚烈的职业和行为的反差 让观众瞬间记住了这位女法官吴俱飞语 将爱情进行到底李嘉欣更一直被网民誉为最佳女流 不过他与导演男友陈炳炫却一直不被看好网上除了严余陈炳事业 尚不比李嘉欣更嘲笑 陈炳炫与李嘉欣是 也授予美女 不过李嘉欣欲爱欲高调 男理流言飞与李嘉欣忙着拍剧的同时 也凑出时间和男友密会 但早前被拍到逛街时 有女方负责买单面对质疑 双方谈言 哎哎这不要紧 最重要是开心事后李嘉欣接受媒体发问 实力挺男朋友 他表示男朋友在目前幕后的有工作两个人向往的方向不同 不能拿来比较还特意强调 两个人相处最重要的是舒服 他不明白大家为何会有女尊男卑的想法 李嘉欣跟陈炳 全四年来感情稳定 最近放风想在西贡阔江军澳 买楼四伙 是想为结婚作足 准备了同一个寂寂无名 一贯眼狐狸听的二线女配光素班生的女一号 李嘉欣尚未以令人瞩目 还获选高登女神 第四名外形与港姐相比并不逊色 相信她身上一线花旦指日可待